大家好 這個是第三節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1月22日 星期三 今天就加多節 因為這個也是 今天一個 特別的新聞來的 關於 電視報導了 新聞報導了 陳國強 辭任TVB的主席 他會 賣出他手上的股份 陳國強其實當時 入主這個無線 很多坊間 很多議論 因為他本身也是玩財技的 突然接手這個無線 後面還有一個組合 就是兩個人 一個 就是黃雪雄 就是 台灣 以前首富黃永慶的女兒 另外一個就是大陸的商人 黎瑞江 黎瑞江 大陸的人就把他 誇稱他為中國的梅鐸 其實梅鐸就不是了 中國的黨軍就是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梅鐸就是傳媒大亨 我們相信黎瑞江就不是了 只不過是中共代言人 只不過是中宣部其中一個幹部 就是一個黨軍 大家也記得 其實他們入主之後 無線當時做了一個很特別的安排 就是把一個民建聯的人請了去做新聞部的 華視野 自此之後 大家其實也知道無線電視 基本上 被稱為CCTVB 現在呢 自從19年 這個 反修例這個運動爆發呢 我先補充一點 你說19年之前 因為我想補充前面 因為19年之前 其實有很多 財經新聞和很多新聞都說過關於那個TVB的股權轉動 有沒有使得他 達至 犯了那個廣播條例 不可以 那個股東 浪香港人的問題 有很多討論 但是我相信 現在這一刻呢 其實再做那些有沒有違反 廣播條例 裡面有沒有 一些不是香港人 很明顯是 國內人 持有的股份 等於在背後握裝這件事 我相信對所有香港人來說 已經完全不再是一個原念 沒有人理會 即是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回到原本那個關於什麼股權變動 裏面有一大堆公司 我相信你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沒有興趣知道哪家是大哪家 誰又多了多少% 誰控制著誰 這已經是一點意思都沒有了 討論 所以我們這一節就不會說那部分 我想跟大家溫馨提示 早前是有很多這樣的新聞 討論過很長時間的 因為當時 他是 順利一個財團 去入股無線 接收了邵日夫 手上那批股份 成為大股東 但是呢 他在這間公司裏面 其實佔的比例很低 他 據說 現在以TVB已經跌到只有12元 他 陳國強手上的股份 只是 價值8千萬 他當年 是丟了4億 即是說 當時其實他的 那個佔股份其實一成都沒有 只是用一個人頭 即是我們 行內術語稱這些為人頭 他出了少少錢 但是呢 就做大股東 即是做主席 即是做 台面那個 台底控制 當然是這個大陸人 黎瑞剛 即是中宣部的這些 旗子 或是黨棍 大家可以知道 為什麼無線 是在這幾年內 是把整個無線 即是這個招牌 幾十年的 一個招牌 是徹底把他變成一個黨台 他不是CCTVB那麼簡單 他只是一個黨台 他說的話 完全是代表黨的 完全是出於抹黑示威者 抹黑香港人 他已經不再是香港人的電視台 他用來做政治操作 其實是很早之前的 其實在每一場選舉 他也是有暗地裏做這件事 是很多的 那個例子要數回 其實是很多的 如果你留意一下 他每每都是在 表面上很多 節目 跟時事 跟政治 就好像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當他要出手的時候 他們就會忽然間做一些 大幅度的深入報導 這個立場是很鮮明的 站在哪一邊 站在大陸那邊 站得很明顯的 是的 我跟大家溫馨提示一件事 在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 在這個選舉前三天 當時的東張西望 竟然會抹黑一個 區議會候選人 譚香文 大家想不到 無線出了東張西望去抹黑一個人 這個是我們當時 親自 親身經歷 我覺得很奇怪 到了特首選舉 當然是抹黑胡蘇貞 林鄭 然後 在立法會選舉也是不斷 透過他 不同的節目 去 抵毀民主派的候選人 最明顯的 當時14年已經是這樣的 這個雨傘運動的時候 新聞是不斷抹黑那些示威者 到了魚蛋革命 不用說了 到了魚蛋 很明顯 本來應該開一次說 魚蛋 先留下明天或是後日 當時 已經是 其實以往那些示威已經是 剪走了 整個行動 警察的暴力一定是 將你們一些最激烈的畫面 剪了出來 就是無限循環 不斷地播放 去到魚蛋的時候 大家也會記得 大家也會記得 有警察開槍 然後才有訂磚的 那麼 之後那兩天 三天的新聞 只是看到 訂磚 訂到警察 只有那麼多 前因後果 前文後理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是完全是沒有的 當年 唯一他走不掉就是直播 因為當年七警就是被他的攝影機拍到 無線攝影機拍到 他因為直播的關係 想剪一剪不走 成為這個入罪的證據 也不是你可以控制所有的前線記者 而且前線記者 剛好在現場 拍到這個情況 就立即 拍下來而已 他也沒有什麼特別 要有什麼立場 和身份去做 只是一個記者在做 新聞工作者應該做的事 現在看看 無線 由他最高峰時候 由他入股的時候 的股價是55元 現在跌了12個多 今天升了 現在不是11個多 你想一下 跌了八成 他們的股盤生意 據說陳國強當時4億入股 現在只剩8千萬 即是不見了 多少成 不見了八成錢 只剩2成 好了 陳國強作為一個 玩財技的高手 當然不會 無端端就是虧這些錢 那麼他 很巧妙地 在升美那裏 撈回也未定 撈回也未定 好像買了一些債券 買了一些債券是星美的 星美是他老友陳輝 拿莊的 所以那些債券就虧了幾億 入了帳 可能那裏拿回啦 這裏又叉開說一點 其實聯交所那些規則 是很 複雜和繁複的 如果在那個 做過那些工作的人 就會知道 那些東西 永遠 規則永遠是對 乖孩子生效的 永遠對於 很有經驗的那些老手 其實是一點規管作用都沒有 這個跟香港法例 跟警方執法是一樣的 到最後 黑社會不見他拉 拉親就是拉年輕人 越拉越小 因為 不夠經驗嘛 你不知道 所謂的法律拉是什麼 預防也沒有 專門拉乖孩子 由十五六歲拉到十三四歲 十二三歲 十一歲 甚至乎再低一點 可能陸續有來 其實11歲以下不會拉 因為 刑事不能夠定罪 所以其實是根本不會再拉下去 但是他們拉一些是相對穩陣的 因為十幾歲都怕你還拖 警察會覺得 我現在太危險了 我們最近最好有保鑣保護 每一個警察配兩個保鑣都最好 所以 暫時規則 一大堆那麼複雜的 對於到底這些老手 是否真的有用呢 大家看到就是一點約束力都沒有 這些就是香港的所謂的監管機構 金融中心 這些真的說得好聽 其實對著這些東西 為甚麼人經常質問 這些經常都有 那麼多新聞 又說這個又是 那個又是學校 又是天皇 又是老千股 老千股 那些不僅是拉不到的 還要是 在財經新聞上是以一個英雄的形式出現 這就是香港的主流價值觀 一直都告訴你這班壞孩子 是聰明的 一直都在做這件事 金融財進 這些要加個 稱號上去 即是拆黃 要加個黃字 即是在美化這些東西 一不斷地在 我們現在看 TVB的股價這樣跌 其實對於 黎瑞剛 是一點影響都沒有 因為那些錢都是他的 他也是 執行任務而已 大家可以當他是一個 類似中聯辦主任的 其實他是鬥人工的 或是國務院新聞辦 只是出來說他們負責說話 那麼他們 現在 我覺得買了TVB的股份的那些小顧問 因為 你們現在面對那個老闆 話事人 基本上他們 是以黨的利益 他們不是以電視台的利益 也不是以吸引廣告客為依歸 也不只是股東 是輸家 全香港人都是輸家 因為他們是 用著這個大氣頻譜 霸了所有的大氣頻譜 這個就是為甚麼政治 權利的那個 所以你說經濟的時候 你不說政治 權利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 到最終 政治權利 才是真真正正的經濟權利 因為你 又有權收稅 你代表政府嘛 你可以用盡各種方法 去搜刮 你的財富 收稅 其他方面 然後還有公營機構 還有公營的 你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到最終所有錢就在你手上 然後你就用那些錢 公帑 拿來去買這些企業 再用這些企業 可能是媒體的 用來抹黑你們 但是在收你們的錢 再用 收了你們的 力量回來 攻擊你們 再去變成一個機器 令你打破不了 所以來來去去 為甚麼說要反TVB呢 因為TVB已經變成了 一個黨媒機器 就是一個國家機器 等於一個黨的喉舌 他其實跟民建聯電視台沒有分別 又是中聯辦電視台 所以本來就不是想說黃色經濟圈 其實我覺得現在坊間那個理解 對黃色經濟圈 跟我們當初說的那件事 已經是完全不同了 已經走了 其實是有點失望的 不過不要緊 我照說我們那一套 其實如果你要想一下你要 攔贏一個 政權 其實如果你不能夠讓他那個 財政枯竭 是一點意思都沒有 現在他們外面 寫大量的文章就是攻擊你 攻擊你不是看他那邊的 攻擊你那個圈能不能夠生效 當然可以找到很多 破綻 去質疑你的圈能不能夠生效 其實你再跟他討論那個圈 可不可以循環到那些貨源是否來自 是否爛中國 那你就已經錯了 你跟他討論一些東西 根本就不應該討論那件事 其實我們來來去提出那件事就是 你一定要最終 是要令香港政府港共政權 政府的庫房 是枯竭你才有辦法對付他 因為其實他在拿所有的公帑 就是拿來對付你 買裝備 買銳帽 買水炮車 買電槍 買胡椒噴帽 現在 我們對著TVB這場戰爭 我們是有機會贏的 因為我們可以使得 財政枯竭的 現在為甚麼呢 因為TVB的廣告收益是 是連年都下跌的 越下跌越多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他們的廣告越來越少 很少的廣告 因為 太多客戶抵制 而且 媒體 即是你那個傳統媒體的吸引廣告能力 已經慢慢被網上媒體取代了 我們那個 只要繼續努力下去 我們繼續抵制TVB 我們可以使得 變成亞視 走上亞視的後塵 到最終 是得回 政府廣告 如果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香港只有一個電視台 而那個就是亞洲電視 那麼他有沒有原本那個黨媒的攻擊力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其實亞視是沒有人看的 甚至乎是要播給大陸客體的 但是要播給國內客體 因為國內的人很喜歡看亞視 他會很掌握到國內的市場 香港的市場是完全掌握不了的 他的口味真的很掌握過大陸 但是他賺不到上面的錢 因為上面你正在看你的亞視電視 你一賣廣告的時候 他就會剪掉 變成國內自己的廣告 而那些廣告的收益 你是收不到的 上面的電視台幫你收掉你的廣告收益 當時亞視爭取了那麼久的落地權 也落地不了 是不是 現在到了無線 大家繼續抵制下去 其實絕對有 機會在短時間內 可能在三至五年 令到無線變成亞視 只有一種廣告就是政府廣告 現在無線已經只是賣政府廣告 就是那些止暴制亂 唱國歌 叫你不要傳假消息 其實他自己在發佈假消息 政府一直在發佈假消息 所以 我們的努力 其實要繼續下去 堅持下去 我們 老實說 你要直向香港政府 財政膚竭 那個場仗要打得來很多 但是如果要令到無線電視財政膚竭 這場仗不用打那麼久 原因就是為什麼 因為陳國強也退出了 現在的抓肥人黎瑞剛 直接抓肥人 他 不多不少也好 你用回現在的班底 接下來他會更加干預 更加嚴重 即是說 接下來那個廣告 肯定是繼續跌下去的 因為他越來越明顯嘛 他已經明目張膽了 第一 會趕走很多廣告商 第二 我們的抵制他的力度會加強 他一定是 變成亞視後陳鎮買大陸片 播大陸劇 全日就變成大陸電視台 最終就被香港的這個廣告商拋棄 而他可不可以得到大陸的廣告商呢 別人在外奇藝賣 在騰訊賣 不用跟你賣廣告的嘛 其實不需要你的 要做這件事就是 簡單 就是要讓他變成亞視 讓他有人收體 但是他沒有收益 沒錯 變成完全免費 本身是免費的 要讓他沒有收益 其實所謂免費的東西不代表沒有收益 免費 即是 fee good 不是fee 是一句言語 沒錯 我們要把它變成威刀電視台 所以這是應用在香港政府身上 如果以一個戰略來講 之前有網友製造了一些交稅的機械apps 用一個程式 令到你 每交稅就用一元一元的交嘛 那時候有網友去交了七千多元猜響 他說打寶打了四本 還是多少本 一元一元 一頁才是十幾十元而已 你先說完 我們要 想多一些不同的方法 因為大家 都是年輕人 很多創新的東西可以想出來 好像上次 他們 有一篇左報在批評那些黃色經濟圈 說了一大堆apps 我們裡面有八成是武裝的 我們也不知道有這件事 根本不知道它存在 其實他們很關心我們的 要說什麼呢 要說施永青 我們就 很嚴厲批評施永青說一些東西 其實我很尊重他 他說的東西也很有insight 我最近又聽聽他說什麼 其實他的節目沒有人聽 他說一些 重點 他在說給大家聽 你們在搞那些破壞 太過 太過不針對性 你們又不是上山打游擊隊做革命 你做的事情反而有些威嚇性 他說你在搞破壞 破壞紅綠燈 倒下爐 沒有用的 我 很同意他的說法 因為正正就是 跟剛才說的那些 表面上沒有關係 實際上邏輯是一樣的 你不是對準那個政權 本身 你只是對準了市民 其實那些東西 很大程度上 其實呢 很多人都不想 很多人都不想 家裡留下 那些設施被破壞 但他們不會反對 Overall有一個裝修行動 但最好就不要留下 自己的那輛車呀 或者留下那條路 因為我會出不了他 很多人會覺得 我出不了你就試不了威嚇 想幫你也幫不了 我想坐地鐵回家也不行 因為被拼了一閘 那麼這個呢 這個呢 是很肯定在大家的心裏面 是有這個想法的 你沒有歸結到 最歸根究底就正正 就是施老闆說的 你沒有對準那個政權 現在你要將那種 代價 那種external cost 你要將他impose 給政府本身 所以是一個很長的作戰 如果你要這樣慢慢枯竭 你看一下很多地方 那些政府 貪污得很厲害 為什麼貪污 因為其實沒有錢 他沒有錢就要貪 貪就一定腐敗 腐敗就快點死了 現在香港政府和大陸政府 因為他真的很有錢 所以如果純粹 要靠 經濟戰 其實是有排都還沒到的 真的有排都還沒打得贏 剛才John Connor說的那件事 我媽媽也是這樣說的 他當時看到人家破壞地鐵 他就說 這些都不是對準政府的 你們是對人民而已 你應該去炸林鄭月娥嘛 簡單來說 現在其實藍絲是贊成你們攻擊政府的 最好成立遊擊隊 我不知道是不是是禮珍 就是攻擊政府 詩先生 你先揭出2000萬 揭出2000萬出來 成立這個 不要公開說 你可以背後PM 保證 黃色經濟圈會將中原地產納入 變成一個黃色經濟圈 買樓找中原 買樓找中原 我們要多盟友 打仗一定要有盟友嘛 不是原教旨主義全部的敵人 你不是IS來的 還是我們可以去對手黃劍的特心口呢 誰捐我們支持誰 你參考一下成哥吧 參考一下長江中心的保安的做法 再差一點點 其實都還沒說 其實那件事是很大的戰績 你生禽了敵方指揮官 其實那天都還沒說 如果以戰功來說 這麼多次保衛戰 怎麼扔彈也沒用 最厲害是星期日 直接 擊倒對方指揮官 史無前禮那麼厲害 其實也有一次 令到這個 沙田新城市廣場 誤擊逃輝 那個胡椒派沒有 那那個 很少而已 好像是烏龍波 那個隊伍是自己人而已 但是你直接生禽指揮官 星期日那天 那麼久以來從來 居然有敵方指揮官在你的陣線 被你捉住 其實沒有生禽的 只是吐了幾下 那就全靠成哥道 長江中心道門頂著他 在那個位 就死了 這個也是要表揚 我們向這些 當日出手的議事 賜萬二分的敬意 我們說回這個 賀王 他說要退休 退休也好 因為你也要找回你自己的份 也沒甚麼吃虧 只是做臭了個肚子而已 是不是 真的做臭了個肚子 現在 我們會看到 黎瑞剛的方針 他應該是 不會再理會這個電視台的營運 他是全面向黨媒進發的 即是說 這些東西 接下來 很大機會是走上清盤的道路 亞洲電視 ATV化 全名叫ATVB 大家記不記得ATV 當時是誰炸妝 他出來跳舞 王晶 黃晶是香港的身份證 黃晶是香港的身份證 是誰呢 蒸圖的蒸 蒸佛的蒸 但是黃晶也算很奇怪 這個黃晶也算很奇怪 但是奇怪得來 他也有一點 想弄好電視台 只是傻子而已 我發覺他是真的傻子的 他輸了錢 他真的輸了自己的錢 但是 現在無線很明顯是 想變成一個國家機器 但是他變成國家機器 同時 他是要小股民陪葬 還有全香港人 一起給他 污染 荼毒 這個才是他最大的罪惡 所以 陳國強這個人 本身就是瘋了 本身也不是很乾淨的 你做渴望 都是尋問測的 但是 你做了TVB主席 你將來可能也會受到這個歷史的制裁 因為 你也是一個 荼毒香港 極潰之手之人 你是有份在那裏毒害香港人 這些思想毒害 毒草 這些以前的毒草 說回 多一點經濟戰 剛才我說的策略 有一個國家 是國家 完美地表達了 剛才說的那種戰略 那個當然就叫美國 美國現在是成功一方面 和你敵對 一方面 和你簽合約 叫你要 和我買東西 他是在用你的錢來打你 這是一個 最成功的典範 美國這次真的做到這件事 他不會和你原教旨主義 再說一次 他不會和你說 你那些中國貨不要 你那些便宜的東西都拿了 因為是貴嘛 便宜的東西都拿了 美國真的做得很好的 這才叫真正經濟戰 向美國學習 真的要 毛巾兩毫 然後你不要那些東西就高價買給中國 叫他們簽合約 和你訂 還要買特幣 不准買少的 你側他吃貨 還有 就是你 本來光顧巴西的東西 跟我買賣 不准買巴西的貨 你想想美國多厲害 所以 美國的經濟戰 真真正正 我們對付不了國家級 但是美國國家 因為他是一個 超級大經濟體系 他就真的有能力 慢慢蠶食 那個第二大經濟體就是中國 他真的有能力把他的資金 這樣 把他 拿來打他 他繼續 賺完你的錢 然後就拿來買MQ-9 無人光炸機 然後你就跟他說 因為你很害怕他的光炸機 所以你就跟他說 我們是老商好來的 他們是中了 英了 關於美國那邊 我們遲些可能 開了一節 講這個黃色經濟圈 以及美國的經濟圈 因為美國 是比 我們現在提倡的成功 很多倍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我們期望 這個 無線電視 變成ATV 拜拜